夫妻生活如何能够更好的和谐下来 这是我的一个粉丝 郑女士的一封私信 这封私信内容我建议你们都听一下 他说小鹏老师 我们结婚五年了 前几年呢 我们夫妻俩过得挺幸福的 但是最近两年 夫妻生活质量是直线下降 次数呢 从每周最少三次 到现在一个月最多一次 而且还经常失败 我就质问老公 他每次都跟我说压力大 很累 可是去年我发现他背叛我了 而且他说 他和外面那个女人很和谐 他都没问题 我就跟他哭跟他闹 可是我不想离婚 我老公也跟我说了 他不会离开我 结果这件事情后 我们的夫妻生活很成功 质量也挺高了 我老公就跟我说 看吧都是外面这个女人治愈了他 还让我感谢那个女人 我就真搞不明白了 难道外面的女人用了什么技巧 难道我老公会是爱上他了 我为什么让你们都听听这个内容呢 因为我相信很多女人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男人为什么会早泻 如果身体上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早泻一般都是新阴性的 新阴性早泻其中有一个原因 是男人会觉得老婆太强势了 男人会觉得强势的老婆 让自己有压力 让自己不爽 自己被老婆打压了 所以在面对强势的老婆的时候 男人一方面精神紧张到 看到老婆就不行 一方面呢 在潜意识当中 男人是想要报复妻子的 想要反抗的 于是他通过不行 身体的不行 来让老婆不爽 来对老婆进行打压 所以我和你就是不行 我就是让你不爽了 男人心里边就会暗自的爽 所以今天这个内容 我们是一个深度心理的内容 我要让你们知道 夫妻关系怎么去调整好 那为什么老公和外面的女人可以 而且回家过后 和老婆就可以的呢 因为你老公会觉得 自己能在外面女人那里 得到认可 外面的人能满足他的贪欲 和让他发泄 他对你的不满了 而回到家过后 老公会通过和很多老婆来做 来告诉给老婆 你看我本身是可以的 我本来就是行的 只是和你不行 看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男性会用这样隐蔽的方式 来攻击自己的老婆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结论是 他之所以不行 是想要攻击你 来表达自己对你的不满 他后来又行了 也是在攻击你 他想告诉你 我终于报复你了 我让你不爽了 虽然身体你爽了 但是我心里更爽了 因为我让你的心里不爽 所以很多男性 是通过这种身体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对老婆的不满 而这些不满 是他不敢用语言来表达出去的 那对于这一类夫妻 在咨询当中 往往我的建议就是 对于女性的日常学会示弱 发挥你作为女性的特殊性 该展现温柔一面 就要展现一面 好 注意哦 我这里说的是示弱 不是真的弱 真的弱是他想干嘛就干嘛 什么都满足他 而示弱是在日常沟通当中 把平时说话的强硬的风格 换成一种婉转的温柔的表达方式 那用最简单的方法 表达你对他的需要 把你所有让他要干的事情 可以得在前面加一个 哎老公我好需要你帮个忙 比如说你希望他做家务 你就可以说哎老公你帮我去洗个碗吧 老公你帮我去偷个地吧 再比如你希望他在家里多待一会儿 你就要跟他说 哎老公你多在家里待吧 千万比像以前那样说 你天天都出去家里是你的宾馆吗 这样指责的话 对老公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强势 好那当然对于男性来讲 我也想告诉给你们 你们内心如果真的对老婆有什么不满 要勇于用语言温和地表达出去 记好啊 用语言去表达出去 哎老婆我希望你说话温柔一点 老婆我希望你对我说话的时候 能够体谅我一点 当男人能表达自己的需要 当女人能够去向男人偶尔势力下入 就是给夫妻更好的情感沿合的机会了 当然了 如果他真的犯错了 那对于各位女士 我还是提醒你们 要坚定的用对方法 去治他去管他 而不是随着他乱来 今天啊 是我们心理学的小知识干货 你们听好了 学会了 才知道在未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面对